今年在淡水在地的艺术团体精灵欢舞 陪伴来自高雄市桃源国中的原住民部落的孩子 参与了最后一届的营队生活 并且来到淡海轻轨站前快闪跳舞 希望结合轻轨与艺术有不一样的火花 一群孩子在淡海轻轨淡金北新站 入口前方广场开始跳起舞来 他们是来自高雄市桃源国中原民部落的 孩子今年在淡水艺术团体精灵欢舞的陪伴下 参与了营队生活 而来到淡海轻轨站前跳舞也是活动的一部分 精灵欢舞团长说 在带着山上的孩子营队当中 也有淡水的儿童一起在淡海轻轨前跳舞 也是希望结合轻轨与艺术有不一样的火花 安排带孩子们去快闪 那其实这一次很可贵的地方就是 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年在我们淡水舞蹈教室办 这样子的艺术营队的时候 都会有我们淡水的孩子 然后我们淡水的孩子跟山上的孩子 会一起做一个结合 然后一起共同的生活 然后参与上课 那这一次呢 就是哥哥姐姐们就牵着 我们淡水的妹妹们的手 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淡水轻轨的淡金北新站跳舞 然后唱歌然后唱着他们自己的足语的歌 然后呢跳着这一次迎对现代舞的 现代舞的舞曲 淡水在地艺术团体精灵欢舞 自从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 每年都会南下到当时的重灾区桃源国中 还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 将佛老名歌舞艺术带到山上去 并且在寒暑假邀请他们到淡水 举办两个星期的艺术营队生活 而今年刚好满十年 也是最后一次的营队感触相当多 今年是其实从莫拉克台风到今年 是第十年 第十周年 那其实这一批孩子呢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第十届 也已经是不知道第好几十几届了 然后其实从当初我们的精灵山海游 就是让山上的孩子下山 其实从当初只有两个名额 然后到现在他们几乎是 整个学校的舞蹈队能够下山 我觉得是一个历经时间跟岁月的 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团长说当初一开始 营队只有两个人报名 到现在他们学校 可以由整个舞蹈团队带下山 经过好几届的活动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一转眼就这样子持续了十年 让孩子学习不只是佛罗明歌舞蹈 还有街舞 芭蕾舞 有更多的体验 一同为艺术展现自我 记者许多安音 大学采访报道 学校的影响 学校的队 对 没有